亲爱的观众宝贝们,你们好呀 你猜我爱喝酒还是爱喝茶 都不是,我爱你 最近一直在写影视 今天终于赶回老本行了 今天给大家说说本季我最喜欢的新翻 特意攒到结局才看到 一度侵入 设定比较神奇 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 有一种能检测出杀意的装置 智产灵 警方可以利用他不过罪犯的杀意 也就是杀人动机 然后用思想粒子和网向女系统 构造出罪犯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被称为警 然后通过进入警了解罪犯的内心 从而破案 男主就是为了协助警方办案而进入警的人 诶,是不是觉得这个设定很带感 故事刚一开始 我们的男主从床上醒了过来 然后就变成一块块的了 男主慌了呀 我是谁,我在哪儿 我被治解了,我是死了吗 但他冷静下来才发现 原来分解之后还可以排列组合 不过他的胳膊缺了几块 好在不影响使用 他走出去才发现 整个世界都是被分解的状态 而上面有一双腿 男主用手臂把房间拼接了起来 看见了那双腿的主人 是一名被杀害的少女 看见他的第一眼 男主脱口而出一个名字 佳爱流 他不认识这名少女 却能准确的叫出他的名字 在这一刻 男主理解了自己 他叫九井户 是一名神探 他必须解开佳爱流的死亡谜题 这就是男主在警中的情景 他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但是每个警中都会有一个死去的佳爱流 看见他的那一刻 男主会想起自己的身份 然后利用找到的线索 破解罪犯的内心事件 而警方会在井外观察 随时根据男主在井中的线索 进行推理和探案 从而在现实中将犯人抓捕 这次的犯人是一个连续杀人魔 代号开动 为啥叫开动呢 因为他喜欢在人脑袋上开动 然后再将人杀害 目前已经出现了五位受害者 但是不知道为啥开动的那些世界竟然都是碎片 酒井户观察后得知 这是一宗密室杀人案 毕竟佳爱流不可能自己插自己 既然这世界跟拼图一样 那么应该都是可以连接的 他在书房中看到一本日历 警方查到 上面写着腾田商店还有地址 这时候就需要现场调查人员了 调查员有两名 新人小妹唐本丁和大叔松岗 唐本对井里的世界十分好奇 松岗告诉他 能进入井的都是杀人犯 而且要成为其中的神探 还需要一些特殊的资质 井是由罪犯的杀人冲动而构成的 能在其中照样侦查的神探都不是正常人 两人出发去腾田商店 另一边酒井户的调查还在继续 他在井中遇到了七个人 每个人都残缺不全 他们自称是一家人 但是其中五个是被开动杀死的被害者 警方赶紧查出了剩下两个人的资料 每次开动犯案 都会将被害者囚禁几天再杀害 所以剩下的两个被害者 我们取名叫大雄和胖虎吧 很可能还活着 除了弃人之外 他们还发现了一只在追查的大boss 约翰过客 那么他跟开动究竟有啥关系呢 这个之后再解密 经胖虎的家人鉴定 井中的残缺者就是胖虎 松岗发现腾田商店已经停业了 而胖虎家就在这附近 他决定移路过去 看看能不能用至产灵 收集到罪犯的杀意 此时的井中 酒井户带着七个人 看见了家爱流的尸体 大家都说不认识他 可能跟酒井户一样 是擅自闯进来的 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世界 反倒觉得外来者有点奇怪 酒井户问不出什么 就开始疯狂拼图 发现井中的世界整合之后 就是腾田商店附近 松岗所在的位置 警方赶紧派突击小队过去搜查 让松岗两人原地待命 但是他们发现 井中的地图与县值有些不同 两人刚下车 置产灵就发生了反应 看来罪犯曾在这里展露过杀意 唐本怀疑罪犯就在这附近 很可能两名失踪者即将被害 他想先行调查 但是松岗表示一定要等待支援 否则就是伪计 他让唐本在原地待命 他去解救遇害者 结果到他现场时 被害人已经预想了 还好没有死亡 凶犯也逃离了现场 这之后 智产灵与网向女系统产情的连接 构造的井中世界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世界试图分崩离析 似乎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碎片 酒井户忽然想起来家爱流 他终于知道哪里不对 整个世界都是残缺的 唯独死者家爱流完整一体 死者就在家爱流的身体里 这时候家爱流的身体分解开来 组成了另一个残缺的男人 他就是罪犯 开洞 就在这时另一个高能出现了 本来是七人的被害者之家 变成了八人 那个人就是唐本 这就说明唐本遇害了 松岗慌了 原来被害者是开洞伪装的 他把大雄搞成了罪犯的样子 让大雄被警方击毙 而自己伪装成被害者逃跑 直接一步反杀 顺便带走了唐本 所以他不止爱给别人开洞 他本身脑袋上就有一个洞 但是他没有死 就开始用这个办法去杀害其他人 酒井户行在井中抓住罪犯 结果他发现 罪犯能随心所欲的穿越空间 他根本抓不住 而且大boss约翰沃克也登场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担心他搞事情 松岗却更担心唐本出事 如果能在智产灵上装上GPS就好了 但是局长说那样会影响智产灵的机密性 而且外情人员的配相也不到位 他们的危险系数太高了 画面一转 唐本从黑暗中醒来 看见了大变态开洞 开洞问他 智产灵到底是干嘛的 如果他不说 就要在他头上给他开一个同款情侣洞 不愧是你 硬和求爱是吧 开洞猜到 受害者应该被当成他击毙了 自打他头上开洞之后 每当风从脑子里吹过 他感觉世界都美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脑洞大开吧 在开洞的威胁之下 唐本很硬气的表示 偏文灰灰 数而不漏 该被抓的是你 我啥都不会说 另一边 九九户此时在跟大boss fight 但是 他一拳就把对方干倒了 这大概就是一拳超人吧 但是他左思右想 不明白罪犯为什么要躲在 佳爱流的身体里 而不是直接离开 密室根本就阻挡不了他 除非在他的眼里 这个世界不是分离的 这屋子对他来说也是密室 他也一样惧怕约翰沃克 所以才躲在了佳爱流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 他以为的内心世界是完整的 但是他的心早已破碎不堪 是他的心欺骗了他 这么一说 还有点文艺 可能是跟他的缺点脑子有关吧 他希望所有人都跟他一样 这样说来唐本此时就很危险了 他只有一个办法 告诉大家他的位置 面对开灯的电钻 他直接咔就扎了上去 这妹子真的大些的 好狠 唐本自杀的时候 产生了对自己的杀意 被至产灵捕捉了下来 他的位置被找到了 由他的杀意构成的井 也形成了 究竟户直接被投了进去 一脸懵逼的他 看见了那个女孩 佳爱流的脚下 有一封遗书 写的是 我是自杀 这时一个电钻突袭而来 究竟户直接在出生点 当场去世 但是 好在没白死 警方根据警钟的画面 分析出了唐本的位置 松岗直接赶了过去 这时候唐本还活着 感觉可以再拯救一下 开洞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不是想给别人开洞 而是想看别人在头上开洞 大概是想看别人的脑洞 唐本晕了过去 开洞被捕了 他说 如果你活下来的话 就来找我吧 到这里 案件结束 究竟户的意识 也从警钟抽离了出来 好极又慰问了他一番 还劝告他 不要沉迷在警钟 进去是为了查案 不是让他找到罪犯的心理弱点 因为九警户曾经发生过 利用心理弱点 诱导罪犯自杀的事情 而开洞其实是被约翰沃克 诱导犯罪的第五个人了 他真的能操控人的潜意是吗 还是说妄想女将所有罪犯的 共通点统一 转换成了约翰沃克的形象 但是从所有人 对他表现出的恐惧来看 他应该是影响着罪犯的情绪 证明他确实存在于某个角落 还影响了杀人冲动的一部分 所以创造了连续杀人魔的约翰沃克 真正面目究竟是什么呢 九警户回到自己的小窝 有点后悔 没能将加油的尸体放下来 不应该让电钻伤害他的尸体 他想 本集的故事结束 可以肯定的是 九警户是个攻击人 这个番剧乍一看的时候吧 真的很让人惊艳 离奇的开场和脑洞大开的设定 加上很多涉猎的方面 让整个番剧看起来起点就很高 男主究竟有什么故事 为什么会诱导罪犯自杀 关于他与佳爱留的羁绊 约翰沃克究竟是谁 这些通通不会有答案 骗你们的 之后会慢慢揭晓 而开动和堂本的戏份 之后也会继续 是不是很期待连人之后的改变 感兴趣的一定要点个关注订阅 点赞三连真的对我很重要 看在我表现好的份上 一定要记得给我呀 阿尚阿尚阿尚阿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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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